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刺入脚掌部 将钉子拔出以后 因为出血不多 也没有及时处理 几天以后 伤口就自愈了 三天前 老王开始出现 乏力 头晕 头痛 背部及小体脊部 肌肉发紧 疼痛等症状 他以为是受凉感冒 所以就服用了一些 复方强力银条片等忠诚药 但是效果不佳 症状逐渐加重 在就诊当天的早餐 起床以后 他就感到明显的不适 自觉 脏口困难 颈部将近疼痛 并伴有抽筋 被同伴送医院就诊 到医院以后 体格检查发现 生命体征平稳 略有发热 神志清楚 镜像抵抗阳性 腹背及四肢激张力抗劲 右足底 可见铁钉的刺痕 局部略红肿 挤压后可见少量液体渗出 在查体过程中 病人出现抽搐 抽搐时呈苦笑面容 镜像强直 四肢弯曲 半卧拳 呈脚弓反张状态 持续大概两到三分钟 初步诊断 破伤风 立刻急诊收入院进行抢救 入院后患者仍不断出现 振发性痙攣 且发作肩膝不断的缩短 发作时间延长 于入院后的第三天 行气管切开术 入院第四天 因持续的呼吸机和隔肌痙攣 造成呼吸骤停 患者因窒息及心理衰竭死亡 为什么老王脚被钉子扎了后 会导致死亡呢 这个是因为老王得的是破伤风 下面我们看一下破伤风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缩菌引起的一种特异性感染 破伤风缩菌是一种专性燕燕菌 繁殖体为格兰式染色阳性 牙包呈原型 位于菌体的顶端 直径比菌体大 呈骨垂状 是本菌的基本特征 破伤风缩菌 平时存在于人畜的肠道 随粪便排出体外 以牙包的状态 分布于自然界 尤其以土壤及灰尘中常见 牙包是某些格兰式阳性细菌 在一定条件下 菌体脱水形成的一个圆形或卵圆形小体 是细菌的休眠状态 抵抗力强 100度需要一个小时才能被杀死 在灰尘和土壤中可存活数年至数十年 破伤风缩菌属于条件致病菌 其感染条件是牙包侵入缺氧的伤口 发芽繁殖产生毒素致病 其致病物质是一种外毒素 叫做破伤风精卵毒素 该毒素能使全身的骨骼肌 同时发生强植性收缩 这个图是破伤风病人超畜的一些情况 破伤风是常和创伤相关联的一种特异性感染 当创口具有缺氧环境时才能发生感染 创伤时破伤风缩菌可污染身部组织 如盲管外伤身部刺伤等 如果伤口外口较小 伤口内有坏死组织血栓等 或甜色过紧 局部缺血等 就形成了一个适合该菌生长繁殖的缺氧环境 除了可能发生各种创伤外 还可以发生与不解条件下分娩的产妇和新生儿 破伤风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疾病 死亡率高达30%到50% 此病虽然很凶险 但只要早期发现及时治疗 同样是可以治愈的 当遇到被钉子扎了等问题时 首先要正确处理伤口 轻创扩创 消除污染环境 防止细菌生长 还要注射类毒素 也就是疫苗 我们常用百百破三连疫苗 如果怀疑病人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 还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TAT 或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在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时 应注意预防过敏 破伤风修订感染后 还要使用抗生素治疗 杀灭细菌 以防止细菌继续产生毒素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